I really wanna know just why You think you're gonna change my life You're confident I like But this can't be too good to try I built my paradise Hello大家好 我是阿思 今天的视频呢就想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我脸上这个非常气质清透的日常妆容 这个妆容呢还蛮简单的 大家看起来就是特别的干净大气 而且非常的透亮 就整个人看起来有一种在发光的感觉 那我们现在就回到素颜开始来分享 今天这个妆容 我们现在来开始上底妆 我最近一个多月用的一直都是这个 香奈儿新出的一号红山茶花粉底液 这个粉底液它真的让我很惊喜 我用的这个色号呢是BD01 它挤出来呢就是这种乳霜的质地 非常的细腻丝滑 而且你们看它的延展性也特别的好 手指这样站一下基本上就可以上全脸了 拉近给你们看一下妆相 我最近有点过敏 所以脸上会有一些这种泛红的痘印 大家不要介意 你们看它这个妆相 是不是特别的干净清透 我脸颊这边叠加了两层 但是也没有什么粉感 而且它这个里面94%都是天然成分 有添加像是红山产化精脆油 和其他的一些保湿成分 所以在上妆的同时呢 还可以帮我们修护皮肤屏障 抵御外界的环境压力 对于我这种干敏皮来说 就是既养肤又保湿 妆相呢你们看就一如既往的很高级服贴 真的非常喜欢它这种光泽感 黑眼圈的地方可以稍微再叠加一下 这样遮瑕力会更高 眼下也完全不会卡纹卡粉 那这瓶它作为一款适合干皮的粉底 也保湿力真的特别好 就带妆一整天 它的那个妆相都还是特别好看 你们知道广州的夏天呢 就很湿热 经常就是化好妆 然后一出门就会出油出汗 有一些底妆在我这种干皮的脸上 你擦掉汗之后 它就很容易拔干 但这款就是即使你出油出汗 用纸巾擦掉 它的妆效还是跟之前一样 就不太会有什么影响 整个的肤感呢 还是很水润很保湿的那种 定好妆之后呢 即使我戴口罩 它也不太会脱妆 那总的来说 这瓶粉底 我觉得它就是 做到了保湿力很不错的同时 又不会过于滋润 就浮在皮肤表面的那种 持久力也还不错 所以最近我只要化妆 基本上用的都是它 真的很爱 如果你跟我一样是干皮 想找一款 就是水润不卡粉的粉底液 但是在夏天 又有一定遮瑕力的话 真的可以去试一下 这瓶天然养肤粉底液 涂一下这个香奈儿的 白管润唇膏 我今天嘴巴看起来好干 这个白管的包装 真的好干净 好有夏日感 我现在涂了一会儿 画那个口红的时候 唇部状态就很好了 那今天这个眉毛呢 我想画的比较利落 就是有毛流感一些 先看这个眉骨折叠的部位 确定我眉峰的位置 有一点点挑眉的弧度 那我现在的面部轮廓调整好了 就可以来换眼妆了 我们先用这个珠光白色来打个底 然后用这个浅米棕色 把这个眼尾三角弧度稍微带倒 沾取这个偏深的棕色 从眼尾开始沿着睫毛根部往上晕染 再往眼周带一点 眼头也是 再沾取这个深棕色 来画一下眼线 我感觉在涂口红之前 涂上这个912号润唇膏 真的会让唇孤状态变得超级的好 即使是涂这种雾面的唇泥 整个嘴唇看起来 也不会有那种很干的感觉 我这个妆就画好了 就是那种很深邃气质的风格 跟我平常的妆容还挺不一样的 我现在去换个衣服